本拉登啊 他出门总是有一堆的贴身保镖 而且都带着什么AK47啊 甚至还有火箭弹 所以要想抓本拉登啊 一定会打起来 焦气火来 情报站长施洛恩呢 就跟这个知己部落 不断的在强调 这个本拉登 你一定给我活捉 但是呢 其实他心里边啊 挺明白的 就是你要在阿富汗啊 搞什么伏击战啊 向那些人打起来啊 那就简直就是不可控制 一定是去倾尽全力 把所有人都给杀了 交给真主去完成剩下的任务 所以啊 这些人一定会打完了以后 跟美国人汇报 对不起 我们把那个大家伙弄死了 知己部落啊 后来还真说来着 说他们报告啊 他们在坎大哈附近的那条公路上 确实搞了一次伏击战 但没成功 这个设计的 他们找的这个地点啊 其实在反苏的时候啊 盛战的时候 特别受青睐 因为他这个地点啊 挺好的 容易被伏击 这知己啊 大概这个没有 好好的琢磨 应该啊 比如说你搞伏击啊 你得弄成一个L型的一个阵型 就是你先从侧面打 打的呢 结果正面的要跑的时候 你把他的那一头给堵住了 这下呢 你这么 可是这知己们啊 就光在路边 站着高一通打 倒是把本拉登的几个保镖打死了 但是本拉登啥事没有 他们的报告啊 CIA不信 觉得啊 这个知己啊 就有点像格林那个主角 就是写的那小说 我们的人在哈马那 那本书的主角一样 就是啥都没干 但是呢为了表公 或者呢 保持这个资金不断的涌进 编了很多的英勇事件 或者说搞了些很多的假情报 98年初啊 其实CIA就决出来了 这本拉登在阿富汗 一点都不紧张 而且啊 就这美国人可以监听的卫星电话 就呱呱的死 分析呢 大概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啊 跟塔利班关系挺好的 因为确实双方互相需要 他给钱光光的在这修路搞建筑啊 而那个 塔利班呢又给他地儿啊什么的 其实是双方都需要 在阿富汗啊 他搞的那训练营啊 就培训了很多 因为巴基斯坦比较喜欢的 就是这个支持克里米亚 叛乱的那波圣战者 另外呢 就也是巴基斯坦很喜欢的 就是或者沙特很喜欢的 跑到中亚啊 车臣啊那些地方啊 呃搞这个圣战的 这等于他是处于塔利班控制之外的 他有一个私人的国际纵队 应该说比他在苏丹的时候 那五百多个那个退伍的圣战者啊 那种松散的啊 那种铁血保镖吧 要强大的多 有武器 有这个训练 你影响 你把三军局了 过来给部队给你训练 军官给你训练 另外他这时候啊 一点宣传没停过 那虽然塔利班说不许拉不许拉 因为他要确保 他在激进的伊斯兰这个世界中啊 他占这个主导地位 这时候已经年近中年的本拉登啊 显然认为自己就是那天许之人 是一个为伊斯兰来解放 从耶路撒冷到中亚整个 这个恢复伊斯兰帝国的一个流亡的酋长 他也开始啊 就是一直本来也没停啊 就是公开的抨击美国在中东的政策呀 你支持以色列呀 你跟那个叛徒沙特王室结盟啊 在海湾战争中 你屠杀伊拉克的士兵和平民啊 其实你能看得出来 其实本拉登现在真的是在全球 越来越有影响力了 后来他在98年啊 这一天突然宣布说 我要成立一个新组织了 是一个叫反犹人 反犹太人和十字军圣战的一个国际伊斯兰阵线 不叫基地组织了 另外呢 他还给伦敦有一家特别著名的阿拉伯语的报纸啊 用卫星电话直接宣读他们的一个宣言 说这个我成立的这个组织啊 我们现在尤其这个宣言是得到了很多的基金分子的领导人的同意的 而且都在宣言上签了名的 而且啊 就说了 我们现在的这个新联盟 主要目标就是对美国发起恐怖袭击 这个签名中啊 有那个著名的埃及医生 就这个扎瓦希 他呀 是在 我们以前说过啊 他以前是在白沙丸的时候 还在圣战的时候 跟本拉登第一次在一个慈善医院里边碰到的 随后十年 这俩人一直是保持着密切联系的 在苏丹呢 那个时候 本拉登就给这个扎瓦希里 在埃及的有一个异常暴力的一个算是分裂组织吧 叫什么埃及伊斯兰圣战组织 给过好多钱 他俩有一个共同的地方 应该说不一个 好多个家庭优渥 完了呢 受过大学的教育 这扎瓦希里啊 他爹是大学教授 完了呢 他爹 还 他的叔叔 还是这个伊斯兰啊 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学里边的大 伊妈姆 伊妈姆 在这个宗教里边 或者在伊斯兰里边啊 影响力太大了 他的兄弟啊 要么是医生 要么就是化学家呀 要剂家呀 甚至有法官和政治家 所以他他应该算是埃及的精英阶层 可是他的家族啊 跟本拉登一模一样 就是家里的人都特世俗的 而他啊 住在这个家族里 反而从十几岁就开始信奉那种比较原教旨的伊斯兰教 而他的亲亲啊 跟评论本拉登家里的亲亲都一样的 就是很害羞 很孤僻 跟人也不怎么交流 这个亲亲都说啊 他信教完全是因为他要逃避现实 不愿意面对这个 因为你要世俗 你要自己去工作呀 对吧 你你你得去挣钱啊 而他呢 可估计他这个啊 他觉得自己不行 这些都跟本拉登一模一样 西方分析家普遍认为啊 这扎瓦西里啊 其实才是本拉登的导师 他比本拉登其实年长八岁 而且啊 他经历啊 要比本拉登复杂的多了 尤其那个埃及那边啊 各种派别 那复杂的世界 比本拉登那个单纯的沙特 好像要复杂的多 而且他去过好多地方 一开始他是医生 后来呢就被抓起来 在狱中还受过酷刑 所以等他出来以后啊 其实他比本拉登啊 本拉登一开始就是个口碗朗 但是他就可是出来就是行动派 呃 本拉登呢是比他有野心 而且呢 还有一种使命感 而扎瓦西里 因为在这个埃及啊 跟他的那些同僚啊 合不来 权力斗争啊 你知道这埃及啊 这他内部也打得稀了哗啦的 呃 连那些比较典型的激进分子啊 都在骂他 就是祸害大家 本拉登啊 跟他不一样 本拉登是越走 人员越好 这个圈越大 他是凭借着自己的财富 再加上个人魅力 所以他拉拢了好多好多的 伊斯兰的这个同胞 我觉得钱最有用 说那些意识形态 他意识形态不是也挺好的吗 不是没有吗 本拉登 跟他不一样的就是什么呀 有好多其实在观念上啊 利益上跟自己完全不同的人 也能团结他周围 我说嘛 就是钱嘛 那要不然的话 怎么能不打起来呢 所以当本拉登 移居到阿富汗的时候 其实扎瓦西里那时候 没有马上跟着过去 他最初是想跑到车城去发展发展 自己建立一个根据地啊 那不想跟人合作嘛 要不然他自己怎么成王呢 结果呢 他到了那个达基斯坦啊 被俄罗斯给抓了 而且还给关了好几个月 当然不是因为知道了他的身份啊 而是因为他当时用的假护照 结果呢 那俄罗斯人给他抓了 抓了以后就给驱逐出境在 因为这个埃及 不是一直在追捕他吗 结果呢 他只能跑到阿富汗 来找本拉登来了 因为这一生啊 他一直是只针对埃及政府 搞各种的这个暴力斗争 所以啊 这个埃及的那些激进分子啊 也唾弃他 因为经常的一些举措啊 特别不明智 最后会影响到大家 所以后来啊 他就跑到阿富汗好了 因为是投靠了本拉登了嘛 结果他就把他的敌人 转向了美国 这本拉登的宣言几周以后啊 美国的国务院 发布了一个全球的警告 就说这个 有来自本拉登的威胁了 大家要注意 可是呢 一点具体的细节 什么都没说 就光那么一句 其实那个时候啊 美国南亚的那个部门啊 根本就没怎么重视 这个本拉登的威胁 因为要关注的这个问题啊 多了去 什么印度和巴基斯坦 都可能会合伙散啊 还有这个印度教的民族主义啊 现在在印度啊 越来越升温了 这是一个大事啊 将来是个不要头 完了以后 就巴基斯坦的腐败啊 各方面啊 本拉登对他们来说 一点危险 这不是就是口派党吗 当时大家都是这么觉得的 只有有一个美国外交官啊 有一次就向巴基斯坦啊 提出来过 说你们给这个塔利班运武器啊 而且还居然用你们自己的空军基地 给塔利班加油 这些啊 对这个阿富汗的和平不好 但是啊 也没提这个本拉登 这个时候啊 我们要提到一个人 左边那个 这个人叫理查森 他是接替那个女的 那个女奥尔布莱特 去当联合国大使的 这家伙啊 特别懂 我发现美国啊 其实政客里边有好多 其实就是一个 叫什么来着 哎 我本来都说好了 讲好了 我要给他起个名 想当网红明星吧 其实不是这句词 反正有标言欲啊 他是有冒险精神 而且非常善于这个宣传 怎么吸引媒体注意啊 他特别有直觉 而现在他刚当上 这个联合国大使啊 马上他就看到机会了 正好啊 他要去南亚 于是呢 他就特别邀请了 那个NBC的著名的 那个新闻记者 这女的米切尔 跟着他 带了一设置组 带他啊 扫兴去了 这本拉登 这时候不是刚发表 这个反美的宣言吗 这理查森呢 他不是正好也要出行吗 CIA啊 就例行的必须得在你出行之前呢 给你提供一个南亚注意备忘录 但是这个办案录里啊 一句没提本拉登 但是理查森的敏感里啊 他再去跟塔利班要谈的这个要点里边 列了一个表啊 其中有一条他还真提了 就是督促塔利班 你引渡这个本拉登 因为我们有确凿证据啊 他对我们 平民要有伤害 这是一股恐怖分子 临走前啊 他得另行跟这个克林顿汇报自己的行程嘛 当时克林顿啊 还跟他开玩笑呢 说有好忌妒啊 你居然要去阿富汗呢 一定特别的有意思 上帝啊 我们真希望那里赶紧稳定下来吧 哎 那就太好了 你要能完成这个任务 当时CIA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啊 有一个常驻代表 这个人呢叫李德尔 他呢就跟这个理查森呢 就介绍了一下 包括本拉登啊 阿富汗的一系列的问题 但是呢 没提这个反恐中心 这时候已经有一个计划 就是那个知己去 绑架这个本拉登的那个了 因为这是CIA的top secret 超级的绝密的这个计划 那别的部门啊 那包括他CIA自己也只有几个人知道 CIA当时担心的啊 并不是本拉登 而是觉得呢 你刚宣言完 你就跑到喀布尔去 那万一你人生安全了 所以他们只是建议啊 你是不是阿富汗的这行政就取消了吧 但是呢 这个联合国这个大使啊 新上任了 觉得我天 这这这个 做宣传我上任了 我心 这不表演一下我哪行啊 而且那个时候啊 巴基斯坦在联合国的这个大使啊 一直跟他说 这是一好机会 让塔利班啊 让被国际认可了 你这下你的访问也取得成功了 你想想啊 影响力得多大呀 你的影响力也好啊 所以这个 这个 理查德呢 在理查森呢 就觉得啊 怎么着 这巴基斯坦对塔利班啊 还是有巨大影响的吧 他们怎么着也得保证我的安全啊 我是联合国的呀 不过啊 还是为了 以防万一 美国战斗机是 陪着他的那个 联合国专机 向这个 越过了那个山口啊 就是那个星度库十山 奔着那个阿富汗首都去的 那边阿富汗人家那边也头腻了 下了飞机啊 哎呦 这个理查德呀 穿了一身那个蓝色的西服 套装 这是什么呀 就是他还能觉得这个 能带来好运的一个 就跟咱们弄个护生服似的 一般啊 比如说他对这个 这一次的出行 他有点担忧 他都就穿这个 他有点迷信这个 就跟他运动员啊 临手亲一下哪啊 或者说一句什么啊 到了机场 一帮大胡子 穿着大长袍的这个塔利班 就来接他们了 然后啊 自豪的载着这个代表团 奔着这个喀布尔市中心就来了 这市中心这块18个月前 塔利班就是在这儿 搅死的那个前总统 那几乎拉哥俩的 代表团呢 还参观了一下美国在这里的 以前的那个大使馆 这时候呢 这个阿富汗的那个雇员啊 还在那清扫那个大院的 空荡荡的啊 这雇员一看 高兴坏了 以为这下美国人是不是要回来了呀 然后呢 塔利班还专门在一个阅兵的广场上 举办了一个配件的执障队 表示欢迎 当时的苏拉委员会的主席就是那个他们美国人认为的稍微就是自由派一些的啊 拉巴尼 直接趴地上啊 先祈祷了 为什么呀 时间到了 美国人呢 后来等他们这个祈祷完了呀 就开始谈吧 就说希望你们啊 能不能够开始政治谈判 尽量的跟这个马苏德那个北方联盟啊 达成停火 是吧 先谈着嘛 结果没想到特痛快 拉巴尼立刻 我们愿意 弄得美国人都没准备啊 这本来以为还要聊很久呢 后来呢 又到旁边的一个大厅里啊 休会休息 这个理查森还拉着拉巴尼啊 趁着这个吃午餐嘛 私下里就聊起这本拉登 说 那个本拉登不是就在你们地盘上吗 这可是个坏人 我们有确凿的证据表明 他控制着一个恐怖网络呢 老搞这个恐怖活动 把你的国家还当成了他的这个基地了 所以呢 我们希望啊 你们把本拉登交给我们 就这么谈了 大概关于本拉登谈了 还真谈了45分钟 在他们的身后啊 摆放着一个书架 书架里呢 还有那个已经都破旧的那个皮面装的乔治华盛顿全集 显然啊 这是美国不在 不知道以前哪个什么搞文化交流一个项目啊 留下的遗迹 塔利班在这方面啊 一点顾都没让 先是说呢 这个本拉登不受我们控制 我们管不了啊 而且呢 再说了 这都是前朝的 留下的事 你知道我们这阿富汗 我们管不了那么宽 而且也否认啊 本拉登对你们美国没什么威胁 他就嚷嚷嚷嚷 理查森下午坐上他的专机奔下一程飞去了 其实在这里最大的赢家 不是美国 是塔利班和巴基斯坦 所有人都达到自己目的了 就是大肆宣传 美国的内阁大员来了 而且啊 也显示出 你看看我们塔利班多么包容 多么同情达理 我们对谈判是迟 开放态度的 拉巴尼确实最初是同意了这个政治谈判了 可是呢 没几个星期 就又重新打起来了 也就当然就是给你美国点面子吧 结果呢 到了六月 这理查森就离开了联合国 给他又转任能源部长去了 反正你能看出美国这个 有时候我看他们的任命啊 尤其在CIA部内部啊 明明这个人或某些官僚啊 真的不怎么样 但是他真在那位置上 能待得下去 这个位置待不了 没准换一位置 那位置还没准比现在这个还高 你真的不知道他们这提拔 还这个制度上啊 是怎么回事 从我看的这几本书里 我发现就是人缘好 好吧 因为下一个再要介绍的影响 美国反恐的政策的一个人物 重要人物要出场了 我留在下集讲吧 这集讲过完了 我们下集讲过了 我们下集讲过了